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中国制造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的一道靓丽风景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街头 穿梭于各个场馆市区道路上的中国新能源客车备受关注 作为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 卡塔尔首次在世界杯赛事服务用车上引入新能源客车 这也是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中首次大批量引入中国新能源客车 在新能源客车进入卡塔尔之前 卡塔尔基本上没有电动车处于燃油车垄断的情况 雨通客车在2020年就中标了卡塔尔世界杯服务用车项目 最终服务这届世界杯的雨通客车达到1500辆左右 其中包括888辆雨通纯电动客车 将服务于世界杯期间的公共交通网络 承担起各国官员媒体球迷到球场场馆的接驳保障任务 来自中国的雨通客车之所以能够中标 首先是因为产品的可靠性 在进入卡塔尔前 雨通客车先行派驻团队 对当地气候路况客户习惯法律法规等进行全方位调研 以此为依据制定产品策略开发和优化适配车型 针对卡塔尔温度高风沙大的环境特点 雨通客车专门对空调动力电池进行创新设计 首次给电池用上了氮气保护技术 确保电池处于低氧环境 并配备泥沙防护结构 使其能够充分适应当地环境工况 我们知道天气变冷电池就衰减 其实电池也怕热 雨通给大巴装上电池液冷系统 把温度控制在45度以内 除了炎热还得应对强风多杀 密封系统电机防护底盘防护都是量身定制 一些基础配置必不可少 空调智能温控系统 窗户遮阳帘 车内WiFi 大尺寸车顶电视 如果以上司空见惯的话 那么这个轮椅区的STOP按钮 USB充电接口 以及这个对讲机 应该是非常少见了 这个量身定制的大巴肯定不便宜 卡塔尔世界杯雨通拿到的订单金额近18亿 大约1500辆客车 其中888台纯电客车 平均到每台最便宜也得120多万 雨通提供的这888台电动客车可不只是城市公交车 还有政府单位通勤的公务车 学生出行的校车 以及适合长途乘坐的成绩客车等 很多人好奇的是如何让一个石油大国用上纯电车 卡塔尔一开始是拒绝的 毕竟在雨通之前 别说电动客车 当地连会开电动客车的司机都没有 雨通费了很大精力 让卡塔尔土豪们认识到了电动客车的发展趋势 用他们的话说 别人准备的标书几页 雨通的标书整整两大箱 好在卡塔尔政府有意愿办一场与众不同的世界杯 卡塔尔与迪拜类似 有着坚定的能源转型的意愿 一场可持续低碳的世界杯 必然要选纯电公交绿色出行 这便有了中国新能源客车 第一次大规模服务于国际大型体育赛事 除产品外 雨通客车快捷高效的服务则是另一大杀手锏 雨通客车制定了专项服务保障方案 从配件保障 全车通检 每日点检 故障排除 突发事件快速响应等全方面进行谋划 以确保参与保障的雨通客车 零故障 零安全事故 零抛锚 零投诉 至于没有电动大巴司机好解决 雨通专门派人为卡塔尔培训了2000多名电动车司机 以保障车辆安全运行 在世界杯结束后 所有雨通车辆都将成为卡塔尔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 服务于卡塔尔的公共交通网络 除了产品输出外 雨通客车还将与卡塔尔开展深度战略合作 计划在卡塔尔自贸区建立电动客车工厂 该工厂计划2023年11月实现投产 预计年产500到1000辆新能源客车 通过此工厂的建立 雨通将为卡塔尔客车制造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助力卡塔尔实现绿色公共交通转型 成为中东乃至全球公共交通第一个大规模电动化的国家 雨通客车曾经的郑州汽车修理厂 一度濒临破产后逆流而上直到横扫全球 连续多年客车行业全球销量第一 因为雨通大量出口欧洲甚至被一些人误认为是欧洲品牌 2020年7月中旬 102辆雨通纯电动客车开始分批次交付挪威 这笔订单达成意味着中国出口欧洲最大批量纯电动客车交付 从2018年雨通进入北欧市场 如今北欧五国雨通已经成功进入四国 截至今年4月雨通在欧洲地区的整车销量已经达8600辆 这也证明了雨通纯电动客车不仅经受住了北欧严苛的环境考验 也通过了工业高度发达的北欧对客车品牌的考验 雨通已经成为北欧运营商和人民心目中值得信赖的绿色客车 挪威作为北欧客车标准和要求更高的市场 是雨通对北欧的第四个出口目的帝国 在挪威订单中标之后 雨通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将样车打造了出来 雨通客车产品线工程师范佑天表示 这批订单的设计生产包括最终的交付的环节 我们进行了全程的跟拍 通过云端来对车辆进行实车的查验 提升了我们和客户的沟通效率 也保证了客户的验车效果 本次的采购公司对雨通的生产规模 新能源客车技术储备 生产效率等方面都表示了高度认可 最终这批订单比承诺的时间还要早的完成了生产 目前雨通新能源客车已在法国 英国 保加利亚 冰岛 芬兰 丹麦 智利 墨西哥等市场形成批量销售 并在澳大利亚 新西兰 哥伦比亚 哈萨克斯坦等市场成功示范运营 作为绿色出行的践行者 雨通客车掌握纯电 混动 氢燃料电池三大新能源技术 以累计推广超过16万辆新能源车辆 累计减少碳排放超过2300万吨 这是中国制造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交出的成绩单 前不久 雨通客车展出了第三代氢燃料客车 采用60千瓦燃料电池系统加动力电池的混合动力系统方案 可以实现氢燃料加注时间仅需10分钟 其续航里程可达500公里 而在测试工况下的续航里程超过了600公里 从续航能力来看 雨通第三代客车大大提升了运营效率 也彰显出雨通客车在氢燃料领先的技术 车辆燃料电池客车系统寿命可超过1万小时 低温启动可达零下30度 可满足国内大范围地区环境使用需求 由于应用了高效燃料电池技术 制动回馈技术 高效电机驱动技术 及电附件能量综合管理技术等多项整车节能控制技术 其工况轻耗可降至每100公里6.5千克 整车经济性大大提高 研发中的第四代产品续航里程将提升至800公里 寿命也将提升至1万小时 雨通这家公司有过身处绝境 逆风翻盘的历史 经历过时代的考验 如今电动时代作为超级巨头 再次引领行业进行转型和探索 事实上 从2012年开始 我国客车出口就在前期积累和铺垫下驶入了快车道 成为了我国客车行业新的增长级 不止雨通客车 比亚迪安凯客车为代表的主流客车企业 都在不断通过输出产品技术等 展现了我国客车行业发展成果 数据显示 2022年1至8月 中国客车出口数量近3万辆 同比增长19.3% 出口金额超14亿美元 同比增长29.8% 出口均价为每辆4.71万美元 比2021年同期 每辆增加了0.37万美元 而我国新能源客车出口量增长更快 2022年1至8月 中国纯电动客车出口 同比增长200%以上 累计出口量已超过2020年 2021年全年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